叙利亚活动人士说 政府军星期六在全国各地的攻击行动中 造成至少52位平民死亡 与此同时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六说 俄罗斯将支持让阿萨德离职 假如叙利亚人民自行做出这个决定的话 俄罗斯还敦促召开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国际会议 以促使国际社会支持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 特使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斡旋的和平计划 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正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开会 推选新领导